整体来讲北京和邓国政府的做法就很清楚, 要改变整个香港游戏规则, 推翻过去承诺以致重新建立一些选举方法, 这无论怎讲都好最清楚的第一, 就是违反基本法68条所讲的全部践进迈向普选这个讲法, 很清楚这些清楚写在基本法是吧, 第二你用什麽字眼都好, 你用完善也好改革也好, 完善改革应该改好的, 但现在问题是明显倒退, 倒退到80年代初区议会选举时都不如, 我相信怎麽讲都很难说服到人, 纯粹靠这些修持, 我相信完善改革这些修持, 我相信大家心里有数知道什麽事, 这是第二点,第三是整个做法其实不符合自己原本的规定, 如果根本基本法你原本讲好了2007年, 就是老平亲口讲的这些, 或者当时赵紫阳也曾经讲过类似讲法, 香港会民主治港的, 老平讲得很清楚,2007年第三届只要三部曲, 就是立法会三分之二, 特首同意报警中央备案可以改变香港的民主进程, 你已将它改了五部曲硬硬来, 现在五部曲变成了一部到位, 而且一部到位连五部曲都不跟, 即是自己否定自己, 自己将自己讲的东西都否定了, 至于其他旁边打边壳那些所谓专家, 或者建制阵营的大人物所讲的那些说话, 很明显完全打到自己, 范徐丽泰说一国两制只是讲经历制度不讲政治, 如果这样讲都可以, 你讲什么都可以, 这个很清楚一国两制就是讲人治讲高度战治, 而讲人治讲高度战治是一国两制的核心, 而讲人治讲高度战治为何不是政治呢, 跟政治有关, 而且现在讲这句主权现在23年, 基本法制制定了超过30年你才讲这句, 我觉得摆透明随意演绎意解释基本法, 来遷就当成的需要, 我觉得这些做法只会令到基本法的权威 及基本法的公信力进一步下跌, 大家更不用理它, 至于刘少佳那些说法, 选举权不关乎五部曲的规范, 这些是用来讲的, 五部曲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当时几年前遇上任务之前那次的831决定, 基本上讲得这麽严格, 你现在用这说法, 我相信现在建制派的人不断以今日之我, 打到今日之我, 以今日的需要中央的决定, 来到去找理由去为以前自己讲的东西去说法, 基本上第一就越来越露骨越来越丑陋, 亦明显互相违背, 这太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讲不也好, 其实就蒙面不了香港人, 至于林郑月娥开完会回来之后那些讲法, 她说现在是要改变那个填补漏洞, 这个讲法亦是很明显的问题, 如果这漏洞, 这个漏洞正正是原会设计造成, 你推翻这个制度, 而推翻过程违反所有承诺和基本法规定, 第一,你怎讲也好,讲不通, 你说去到基础上面走去思议再随便漸进, 现在你去到那点, 那种选举完全变成假选举, 因为你有个西署委员会, 你造成局面令立法会比回归那刻 那个立法、立法局的构成方式, 而之前那些选举法也都纯粹是当时 在主权移交之后临立会决定, 临立会当时将选举封核由多二席单票制 改了做比特特会制, 当时讲明更有利于建制派争取到二席, 现在转转头, 再加上后面讲那些五个超级区议会这些讲法, 我觉得有个立法, 区议员在选委会席位的问题, 其实全部都是在当年回归后, 你用了比例代表制, 也重新在区议会委任议席后, 造成局面后, 你以为自己都有利,才做出来, 做出来后你现在都推翻了, 不过我觉得其实无论你已经存在的记录, 大家看到的记录, 以至大家记忆当中, 这些全部都是自己不断刮自己的嘴, 不断否定自己, 所以我觉得怎样讲也好, 要香港人服气就很难, 其实都讲不通, 道理上都讲不通, 至少你说民主派, 那表演说要改变修持, 改变建制派要改变民主派有民主说, 什麽叫民主, 如果你全部委任就叫名注, 就不叫民主了, 问题就是建制派是在上一次, 2019年第一, 予议会宣证会ы决出去 anteriornie生输了, 你背离民意,背离民主 context, 所以就算你意圖透過重新定義那些概念 去扭曲概念的原意,遷就你的需要也好, 我相信對大部份曾經經歷過 這種轉變的香港人來說, 其實很難會被這些政治棄法去蒙騙, 所以到頭來我覺得只是不斷制度謊言, 而這些謊言基本上因為太過怒骨, 太過難以說得通, 亦事實上和基本常識抵觸太大, 我覺得你這樣做這些謊言 不會為未來一種新秩序確立某些權威性, 只會令人更鄙視這個制度, 你說要以概國者治港, 但當這班人完全得不到社會授權, 或者說你自己一國兩制研究相關機構, 那些說法都說建制派就是忠誠的垃圾, 你自己都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都反映了一個問題, 整個轉變基本原則都是一樣, 就是選舉選不贏, 爭取不到民主, 爭取不到民心, 你用這些方法, 但如果你造成這些改變後, 你就以一班不能夠爭取民心的人 置你香港, 我相信香港未來的局面很難改善, 其實各位華籍女導演獲獎其實很平常的事, 每一年都有金球獎每年都有人獲獎,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電影藝術或電影工業, 作為一種獎勵和確認某些人成就一個禮儀, 等於每年都是香港小姐選舉一樣, 所以其實大家用平同心看的話, 無需每次都提升到民族光榮感這個層次, 不過在中國大陸的氣氛下, 加上幾十年的刻意經營, 很多時國內的民眾很容易被某個中國人得到獎項, 我所謂三民主義上腦, 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一個民族如果要用到這些方法來自慰, 其實幾可悲, 你可以說這個民族心理會隨社會進步文明提升 而慢慢改變,這是好事, 但現在見到問題似乎無改善, 還愈演愈烈, 所以當一個華人導演拿到兩個獎項, 你又講到中國人之綱, 講到中國人驕傲, 算了我們都覺得你便講, 起碼大家不會因此覺得我們現在面對的, 國內的問題,小說族裔的問題, 以至政治發展的問題,人權問題已經無了, 最好笑的就是當大家發覺這個女導演, 她曾講過自己的國籍是美國, 大家都一同又好笑的, 再加上又挖到她十幾年前, 不是幾年前,是十幾年前講過她的說話, 她說中國這裡騙地謊言, 她這句話你同不同意都好, 她講了這句話, 你便反駁她這句話, 你如果有證據的話, 這些類似的說話很多人都講過, 柏洋都講過, 柏洋中環時光現在在國內 都還在書街上賣,你便反駁她, 但現在不是提升到何漢奸層次, 漢奸走狗層次, 又是講到辱華, 我覺得這些大可不必, 有時這些行為正你解釋為何過去, 最近美國有個調查, 發覺大部分人都對中國無好感, 中國人無好感, 或者去年有個機構做全球調查, 發覺世界各地對華人對中國政府的好感 都越來越差, 我覺得越多這些行為, 只會令中國人的觀感, 給人的觀感越來越差, 我覺得我們自己去到海外都感受到, 以往你出去旅遊, 你去到別的地方, 中國人不會受到特別歧視, 不會受到特別對待, 但現在你越多這些行為, 特別國內的團越來越多, 去到各地又財大氣粗這些行為後, 其實大家對黃皮膚、黑頭髮都令眼相看, 已經, 我覺得越是這樣做, 只會令中國人的形象更低下, 但是確實現在就這樣做, 就像是呂導演這件事, 我覺得他講的說話是否錯了, 大家看怎麼看, 我自己看的就是他十多年前說這句, 中國社會遍地謊言, 但是香港人過去一個星期看到的情況, 確實是充斥著各種各樣的謊言, 剛才我講的范徐麗泰、劉少佳的說法, 你以今日叫說謊, 新的謊言打到舊謊言, 這已經很清楚了, 你明明將選舉制度完全破壞, 變了委任, 不依據基本法, 不依據你自己解除五部曲, 說這叫完善改革, 這些不是謊言是甚麼, 我覺得謊言已經太清楚了, 所以他這句說話, 你說遍地謊言這個說法, 有沒有誇張大家去討論, 但是他這個說法充滿謊言, 充斥著謊言, 這也不見得是錯得去哪, 起碼香港人過去一個星期看到的就是這樣, 一班人他參與初選, 你現在說他顛覆國家政權, 這些不是謊言是甚麼, 你擺明以國家安全作為一種理由 去打壓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他們說如果選到就要否決預算案, 不要說這個行為未發生, 他選不選到都未知, 就算選到是否真的可以否決預算案, 我覺得亦未知, 否決預算案是否癱瘋了香港 顛覆政權, 將這堆東西毫無邏輯將它聯繫在一起等同, 這種謊言我覺得亦很難令人接受, 我都希望中國可以走向政治文明, 一號幾十年來都是有這種盼望, 但現在見到你不斷以這些新謊言, 推翻這些舊謊言, 這些舊謊言本身已經難以說服人, 你新謊言更加離譜, 確實令人生失望,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這樣做, 對國家民族發展完全無好處, 亦不見得會令中國人在經濟發展後, 能夠提升到國際地位是有幫助, 你看現在世界各國圍堵中國, 大家都用一種很特別眼光, 看中國社會,中國人, 甚至中國這個政權, 我覺得其實就是自陷於一個 引人反感的一個, 整體性的引人反感, 這個令人很失望和很難過, 其實我們聽一些業界朋友講, 中環那些甲級捨立的空置率, 過去四十年未試過有這麼高, 因為香港的甲級捨立一響都不夠, 因為世界各地很多國際機構, 傳媒,金融機構,基金經理, 都會來香港做一個南中國 以及大中華地區的總部和一個主要基地, 貪什麼呢? 就是貪香港第一方便, 第二資訊流通, 第三就是有個自由港的背景, 亦都有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一些條件, 再加上我們法制上公平, 你現在不斷以謊言, 拆光這些裝腳, 拆光這些裝, 難怪中環那些甲級捨立的人去留空, 過去幾個月, 據說有大量基金經理已經搬走了, 搬去台灣、日本、新加坡等地方, 而這次日本最大的一間金融機構, 它決定來香港都講得很清楚, 一個沒有自由地方就不會成為金融中心, 這個很清楚, 金融中心的條件一定要, 第一資金可以流通, 第二資訊要流通, 第三政治制度要公平合理, 第四法制是合理, 現在大家見到, 你檢控47指, 令它覺得根本嚇驚他們的董事, 原因就是你這樣的檢控, 擺明是用很野蠻的手段, 去打壓言論自由, 參與表達自由, 剛才都講了, 如果這樣可以等同跌幅國家政權, 香港沒有人安全, 他們選擇去走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不會因為, 在兩會你繼續講, 繼續強化香港金融中心的角色, 或者沒有人出來講, 香港繼續是亞洲金融中心, 或者國際金融中心, 這些講法你自己怎樣講都可以, 但客觀形勢不是這樣, 連傳統機閣每月都將你除名, 很快相信有進一步的動作, 你想想美國已經 made in Hong Kong 都不再承認, 你已經 made in China, 其實過去這大半年, 北京和特區政府做的事, 確實是自毀長城, 破壞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港地位, 你可以請一時之強, 但這樣做的代價很大, 香港人固然會出代價, 但你破壞香港這個社會, 這個只是向世人證明, 你無法在大中華地區有一個 獲得國際社會確認的國際金融中心, 當全球都將它那些重要的企業, 傳媒機構,NGO, 國際組織總部撤離香港之後, 香港國際社會的特性就當然無存, 這也只是再一步說給人聽, 在港英殖民地時代能夠做到的事, 你無論講幾次, 我們有信心有能力, 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 你客觀上是真的做不到, 做到就沒有人走了, 所以其實你講無用的, 你平衡口講, 你不斷說繼續是一國兩制, 堅持一國兩制, 但你前面加多一句, 堅持以忠誠愛國自己治港, 這就不是港人治港, 你講無用的, 實際效果才是最重要, 現在你實際效果就是確實 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 你確實以國安全法去做一個政治打壓, 確實令到一些國際金融機構 覺得需要撤走, 基金機率撤走, 當你檢控47件的時候, 你確實令到人覺得你的法制都受到破壞, 我覺得這個是無論用什麼修辭, 用什麼說法都是清清楚楚, 扭曲不了也騙不了人。